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2月1号 礼拜六的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 新闻大头条带您来关心 男子由武汉而被拒在 华航发出声明表示 是为了维护其他的旅客 还有武汉反台填了假资料 两个人竟然趴趴走 沦为防疫的漏洞 稍后会完整报道 头条讯息带您来关心 有民众控诉说 自己因为有武汉的旅游史 而被华航丢包 让他感觉被侮辱了 这位民众是自己拍了影片控诉 说他跟老婆去大陆游玩 碰上了武汉肺炎 疫情爆发 跟老婆在历经18个小时的 逃难式车程之后 抵达了深圳机场 候补上了华航的机位 但没想到他们抵达登机口的时候 却机长以他们是 由武汉旅游史为理由拒在了 让他痛骂华航没良心 不过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反而引发了网友踏伐 华航也发了声明 力挺强调机长 有最终搭载采量权 机长 机组人员 既然以这种旅游拒绝我们 一路带着我们返回 到深圳机场的大厅 就这样把我们丢包 在深圳机场 竟然被华航拒载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机长以我们曾经 过境武汉为由 拒绝运载 这名乘客拍影片控诉 因为有武汉旅游史 让他和太太被华航丢包 他自述1月26号晚间 11点左右 他们夫妻总算搭上拼车 和其他人想办法逃出 即将封城的湖北省 历经18个小时 在1月27号傍晚5点左右 人总算顺利抵达深圳机场 不为不上华航CI582 18点45分 从深圳飞回台北的班机 过海关也没被刁难 但到了登机口 机长却拒载 害他们被迫只能改搭 1月28号深圳航空 飞抵国门 这做法真的非常的恶劣 对我们两夫妻 是极大的羞辱 跟夜通拼华航 但影片po上网 网友却几乎一面倒踏乏 只问他为什么封城了 还要跑出来害人 有自主管理了吗 人性比病毒更恐怖 对此 华航也发声明 力挺自家人 强调机长第一时间判断 该名乘客上机 可能影响其他乘客权益 而机长有航空器作业 及安全的最终责任 有权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所有机主人员和旅客安全 武汉肺炎 疫情升温 台湾民众自救回家 但就怕造成防疫有漏洞 网友力挺机长 要让疫情 没有课程之机 解做不到